公共充电桩电费暴涨87% 开电车省钱的时代结束了 以后还能充得起电吗 7月以来 许多地区的充电桩电费都开始上涨 郑州 上海 青岛 重庆等地区 新能源汽车的车主反应 各个品牌的充电桩电费都开始猛涨 部分地区高峰时段 竟一度涨至87% 上海第一次司机小司深有感触 他每天中12点整下班后 都会前往附近的充电桩充电 以前充电桩的电费是1.15元一度 用上补贴券花26元就能充34.88度电 但今年7月份开始 他发现电费直接上涨到了1.9元一度 用掉一张10元补贴券 再花上40元 总共50元钱才充了27.57度电 照这样下去 以后恐怕买得起电车充不起电呀 而上海一家星星充电站是这样解释的 司机感受到电费突费猛涨的原因在于 充电桩采用的是分时电价 上海今年7到9月实行 尖锋评估四个时段的电价 其中12点到14点为兼10 充电人数最多 电费单价最高 而15点到18点为平时 此时段电费单价最低 此外 今年5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新的电价方案 将大型充电站的用电 划分到工业用电当中 充电桩的用电成本上涨 司机去充电 自然就要多花钱 电价上涨之后 很多低市司机赶在平时这个时段去充电 每天15点过后 各个地区的充电桩都是爆满状态 出租车网约车数不胜数 运气好的都得排队半个小时才能充上电 各地充电桩的价格都开始暴涨 电车还值得买吗 自从进入7月 不少新能源车主在网上纷纷吐槽 快要充不起电了 郑州的一名出租车司机说 现在跑一天车 比之前要多花15到16元 平均一个月下来就得多花400到500元 还有出租车司机说 现在充一次电 就得多花一包烟钱 虽然大家都抱怨给电车充电 负担越来越重了 但事实上 新能源电车的销量丝毫不受影响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 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旺盛 今年8月份销量同比增长了27% 因为对比燃油车 新能源电车还是有很大的优势 首先是价格优势 充电桩电价按每度1.2元计算 跑一公里也就花个1.5到2毛钱 油价按92号起油一升7.88元计算 跑一公里要花到5到6毛钱 是新能源汽车价格的2到3倍 当充电桩电价涨到每度4.5元的时候 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才会超过燃油车 如今 上海充电桩电价时段最高为每度2元左右 还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就算不谈环保问题 在价格方面 新能源汽车也能碾压燃油车 其次部分一二线城市 燃油车上牌要经过拍牌或摇号等众多繁琐的步骤 像上海大家通过摇号申请才能获得本地车牌 而买新能源汽车则没有这个限制 充电费暴涨 司机说开不起车 可是充电站也说自己赚不到钱 自动充电桩不用人工操作 站地又小 成本无非就是电费 应该是个一本万利的生意 运营商真的会亏钱吗 据专业人士说 大多数充电桩运营商目前均处于亏损状态 主少数投部企业通过其他盈利业务支撑充电桩运营 充电桩电费暴涨87% 充电桩运营商又说赚不到钱 那钱到底去哪了呢 原来啊 充电桩的充电费是由销售店价和服务费两部分组成的 销售店价是运营商从电网采购店里的成本 运营商赚不到这部分钱 而服务费才是用来弥补运营成本的 但服务费上线由省级人民政府规定 运营商也不敢狮子大开口 而充电桩初期建设成本很高 有人算过 要建一个迷你充电站 只放10台120千瓦的充电桩 光采购成本较50万 充电桩运营商说不赚钱也情有可原了 更何况运营的时候 还有激烈的市场竞争 光今年上半年 我国公共充电桩就猛增了35.1万台 截至今年6月 全国公共充电桩多达214.9万台 为了抢市场份额 许多充电桩企业大打价格战 什么优惠券 补贴费等活动源源不断 补贴之后 长沙的一些充电桩充电 在早成人少的时候 几乎跟家庭用电一个价了 这种情况下 充电站确实很难赚钱 充电站内卷的结果是 2014年国家开放充电桩市场 到了2017年 国内充电桩运营商多达300多家 但仅仅两年过去 2019年底便只剩下100多家 你觉得照这样下去 以后充电桩会更少吗 我是X情报员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